2013年的11月22号 有一部片子会上片 他的片名很乡土聚的叫做秋香 那么秋香这个名字好像蛮菜奇啊名 就是很普遍 我认识的朋友就有三个叫秋香 那这一个片子的主角 也是真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叫秋香 但是呢 其实她是一个蛮纪录片的片子 本来我以为这一部 那个2004年拍了921地震纪录片 生命的那一部 这个吴以峰导演 他拍的这一部片子会是一个讲述 一个从小就是肢体上面 有罕见疾病的 肌肉有萎缩的那个秋香 他如何从台湾到了马来西亚 跟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是一个曾经青少年就吸毒 然后有坐过牢的受刑人 他们等于是帮更生人了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在马来西亚 槟城吉隆坡 还有柔佛 然后在这几个地方 甚至他们现在的脚步已经触及到了 那个非洲 或者是那个南亚海啸 受受受伤害了很多 失去父母的小孩子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们都会去帮助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就他用轻描淡写的方法 带出了好几件事情 这里面 我觉得好几个女人的故事在里面 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的源头是1959年 美国有一个马喜乐夫人 她的先生过世以后 她来到台湾 她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帮助 那个时候 因为小儿麻痹潮 而造成了很多在地上爬的孩子 那么她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到了1942年 有这个刘霞 刘霞是出生在中国陕西的西安寺 12岁以后 她到了台湾以后 她患了类风丝性关节炎 然后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 伊甸社会基金会 就是她来发起的 所以从 马喜乐夫人到 刘霞姓林子 然后到秋香 因为秋香就是当初被他们帮助过的人 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演变 后来也有一个 嫁给另外一个残疾人 丹尼的这个 毕陶 还有 另外一个 本来是一个记者 他放弃了他的新闻工作 然后去 也是到 开创一个城市 照顾那些 身体上有接受挑战的人 我觉得这部片子 没有要激起大家的热泪 也不想要说道理 秋香 十一月二十二号 嗯 他的宣传品上面 印的是一个 人行地下道 OK 就是 大家可以了解他的意思 这世界上 一个好手好脚的根深人 看到那个肢体残障的人 如何在奋斗生存 他们会如何 在一起共同生活 他们如何做手工艺 如何去 收拾环保的资源 然后来卖 然后来自己找到生命的方向 我觉得这部片子拍的非常的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很平淡 那么如果有一些动不动就发愁 动不动就烦恼的人 我也觉得值得看一下 秋香 十一月二十号会上档的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可以细分的话 其实里面有五个女人的故事 如果你细心地看的话 那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太繁忙了 大概没有更多的人 可以去帮他每一个人变成拍一部片子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跟 人来到世界上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比例人是有挑战的 比如说我最近去上海开了一个会 才了解官方的记录 光是在上海就有五万个所谓的残疾人士 那么整个大陆有四百五十万 你想想看 是几百万的人在受苦 所以好手好脚的人 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懂得珍惜 当然我们也应该在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应该要在精神上跟物质上 想办法支援他